小哥把一只大雁放飞向天空 没想到这只大雁紧紧跟在游艇后 它的名字叫奥利 几年前 小哥在湖泊发现了这只刚出生几天的奥利 由于腿部受伤而被父母遗弃 看着奥利的可怜 小哥决定收养它 一直陪伴到奥利腿部完全康复 然后 小哥决定将它放归大自然 奥利早已把小哥当成了父亲 不愿离开它 最终 小哥尊重奥利的选择 无论留下还是离开 都可以 到了第三年 奥利谈了恋爱 并带回了一个小雁 小雁看到小哥就认得它是老雁 但奥利和她丈夫 把小雁宝宝带回来后 自己就离开了 小哥再度踏上了照顾小雁宝宝的路 出乎意料的是 刚长大的老大 奥利又生了二胎 这次是两只雁宝宝 小哥悉心照料这三只小雁 看着它们一同翱翔在天空中 充满了成就感 如今 每当小哥驾着游艇外出 奥利和他的孩子们都会紧随其后 给他绑架护好 当小哥减速时 奥利就会乖乖挺在他的手中 奥利现在仍然是小哥最疼爱的女儿 只怕小哥很快又要当太老了